港医市政府在在新委分基盤 一系列包括德管的親自瓦棟 最後一場小老闆市集30號在中央公典 留在基盤 將近30個充滿的家室 內臟更是各有主帝的單位 全部都是年紀只有四歲到十二歲的 小孩會創意典現 也就此來選擇到親自優先 還有自動管理共有當中的表意款進行 根據一個優質利用生的環境 讓小孩可以幸福快樂 四月30號是國際不打小孩日 港医市政府特別在中央公典 委員小老闆市集 讓小孩發揮創意 每一個單位的設計 不在含一行 都可以穿分來表達自己的意見 將近30個由小老闆所拜承的單位 內臟相當豐富得猶 有日照不騙議賣 亦在渡郵出獎的 甚至還有烏克利利的在野表演 還有很多爸爸媽媽 帶著小朋友正會參加 將其市長明慧也在北九州 學民獎東路 現場努力賺冠軍 兒童節的系列從4月4號 我們那一天有子風車 特別感謝從他社蔡清榮蔡社長 他們贊助了這一場大的活動 基層的故事 開啟了我們兒童節 到今天的壓軸小老闆系列 孩子們透過自己的表演 自己的表達都真的讓孩子有學習的機會 更是快樂的成長 我們希望孩子你能夠在盛慨善良的環境中長大 這是我們所有的家長 大家共同期盼的 我們讓每個孩子幸福快樂 更希望我們所有的家長 大家一起努力 但是不要忘了 也一定要做好防疫的工作 我們才能夠回歸生活的日常 疫情還是很嚴峻 那我們還是鼓勵大家口罩戴好戴滿 人多的地方 我們更是要注意到拱手不握手 勤洗手 大家一起來加油 一起努力 除了持續的典型 在這部台中有行人社區發展 夾回的志願活力打動唱 還有緊合友人的友誼 來唱跳表演 跟自己的小老闆 打來收提琴演奏 和南華大學團透過外派生動的故事 演出日董管理公約的選特教 整個活動除了出現親自動路 當時讓參與大朋友小朋友 竟然能夠實施到這種 管理公約的領域 並不正式 西新新聞 就頂尊王小孫 各位次 蔡宏寶島 再講吃和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旺TV YouTube 頻道 帶您網路慢遊 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 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 尊王 Maste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